当常年居住在深山的豪猪扫上了他的上号 我仔细观察了他的配兵和英雄技能 竟然是我最拿手的超男 这让我看到了豪猪这颗想走出大三的决心 看到这样子的配兵和英雄技能一个不差 一看就知道豪猪是我的铁粉 我势必带豪猪走出大三 豪猪在部落排名四号被对面六号打了三星 这个面子我帮豪猪振回来 我看看六号什么牛马 不是你这个双隐身塔的阵型 我打你三星不如喝水 豪猪不得说我欺负萌星 面子要阵就阵最大的直接打一号 当我看到这个阵型的时候 我直接两眼一黑 一个狂暴塔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两个吹风机还是反着吹的 城堡还有援兵 鸟炮还在后面 这个阵该怎么啦 如果我这把用飞艇飞掉对面的头时 激活对面的狂暴塔 引出对面的援兵 那后面的鸟炮该如何处理 我直接攻圈 先看看对面是什么援兵 可以看到一个兵人 一个女巫一个猎手 那就可以猜到两个兵人是30格空间 加一个女巫12格空间 刚好42加一个猎手6格 还有两个弓箭手刚好50格 我太聪明了 豪猪的蓝胖等级比较低 跟豪猪商量了 经过他同意使用了他的力量药水 但是浩祖的宠物没带对 勇王要带冰牙才对 一级的冰牙 没事 我们可以和浩祖的英雄药水 反正浩祖也不舍得用 我们替他用了 那么配兵和英雄技能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直接瞄准浩祖的臀部 直接发起进攻 如果你这一把飞艇要从下面飞的话 那么你这一把会使得非常惨 因为鸟炮从头到尾都会锁你的蓝胖 你的蓝胖只会使 不会活 所以说这一把我们要飞艇 从上面飞 飞掉对面的鸟炮和单头 我们先把浩祖的女王丢出来 放气球太黑了 然后再飞飞艇 看样子这个位置是不坑飞艇的 这里丢上一瓶狂暴 不然的话这个单头可能打不掉 当女王往右边发架走的时候 那必定会去打跳坛江东炮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浩祖即将走出大山 提前放出蛮王断边 然后我们的超炸开这种城墙 那我们的蓝胖就会从这个阴间小道里面走进去 然后再从连弩这个城墙钻进去 我们就可以爆掉对面的大本 边清好之后就可以放出部队了 怎么有个人观战 怎么又不看了 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我强的可怕 提前放出蛮王的大招 以防部队溜边 现在可以看到蓝胖 大部分是往左边发现走的 但是这个超炸开的城墙好像不太对近 蓝胖你别溜边 我求你了 这个气球没有什么鸟用 多放几个德鲁一增加加续航 这个单头锁谁呢 冰冻直接冻住他 保一下我们的蓝胖 看好部队现在全部往中间走了 现在对面大本也还没有激活 我们先不要着急给金生 先补上一瓶狂暴看看情况 这个跳弹交通炮山还比较高 对面云民直接跑出来了 大本也激活了 赶紧增上一层隐身 幸好我们反应快不然就慢了 右边发现再丢两个德鲁一增加续航 这两个德鲁一什么情况 奶塞呢 不是什么情况 我的蓝胖呢 四个德鲁一怎么没有奶会的蓝胖呀 只能给金生了 只有一个蓝胖了 赌边方向赶紧丢出润土 把这个多重加续航打掉 但是这里还有两个兵人加一个牛 我没有毒药了呀 完蛋完蛋 BBQ了 上面还有两个头石加两个连鲁加 一个多重建塔 完了 现在可以知道 还有凭狂暴和一个弹跳 还有没有其他药水的话 我也不知道了 弹跳可以给润土让他跳成墙 赌边方向放点小部队赶紧清边了 三王都还活着 润土等一下开个技能 能不能打掉这个两个连鲁加两个头石 蛮王下面还活着呢 直接丢狂暴了 开启技能 我好哥 这狂暴塔又要激活了吗 直接在中间丢一个台表 完了这里还有骷髅 能打的是这个蛮王 女王直接把蛮王点死了 就两下 把这个勇王 勇王也死了 论土能打得过吗 这个头石锁的是女王 OK 这个论土还能点 还能点 加油啊论土 给我点掉 OK 咱们女王还活着 还有38秒钟时间 没有多少个箭竹了 女王往上走 往上走 不是你女王什么情况 女王直接开启技能了呀 完了呀 还好这里有个弹跳啊 咱们直接点掉这个多重建塔 你要往上走 还有机会 还有18秒钟 给我点掉这个多重 哎呀 骑死我了